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738节 小苗是一个做事非常有恒心的一个人 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过于忙碌就不给那些孩子送吃着 这一天他和往常一样提着篮子出门 在给那些孩子分吃完东西之后就准备去城外看看自己的军队 还没有进门背后就有一支剑射了过来 对于这种暗杀小苗不在乎 随手就拿篮子拍飞了那支剑 然后就怒气冲冲的转过身来 打算看看是谁这么不长眼 一个小少年手里拿着一张弓正在亡命的往巷子口里窜去 又是这个王八蛋 小苗一下子就火了 这小子总是来捣乱 先是装可怜 问自己要吃的 要到了又不吃 转手又给了别的孩子 见小苗不给他了 然后就从商贩那里买了饼子和羊肉 也在这里芬芳 结果那些孩子拿了他的食物又围到小苗身边 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瞅着那小子气急败坏的模样 小苗整整开心了两天 今天居然发展到了 拿弓箭射人了 那支剑没有箭头 小苗听出来了 但是这么恶劣的行为 小苗认为还是应该教训一下这家伙 从墙上掰下了一块土壳了 带着风声就飞了出去 正好敲在这小子的腿弯上 只听这家伙惨叫一声 就摔倒在地上 小苗拿着篮子从地上捡起了那支剑 慢悠悠的走到了这小子的身边 学着心悦的样子 一边拿剑杆子抽这小子的屁股 一边说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敢随随便便 拿剑射人 这要是伤到了人怎么办 这就是胡闹的下场 新月在家里揍孩子的时候 就是这么干的 小苗也没有偷偷过 仔细想想 小鸭小五再加上自己 好像都是这么过来的 现在揍别人 发现呢 真的不错 还想多揍两下 那个小子 却愤怒的转过身来 冲着小苗大叫 骗子 我骗你什么了 你给我说清楚 如果说不清楚 我今天就把你的屁股抽成四半 小苗觉得莫名其妙 小孩子拿剑射人 居然还有理了 骗子 少年人想爬起来 发现小苗的一只脚 踩在自己的屁股上 动弹不得 只好转过脑袋 又骂了一声骗子 说 我到底骗你什么了 怎么不说话了 小苗忽然觉得 这样殉耻 别人非常的有成就感 巷子口 依然停着一辆白色的马车 那个山一样的壮汉 担心的问马车里的人 长老 如果少主受了伤 怎么办呢 不会的 哎 你想多了 赫鲁 不会有任何危险 这个女孩子虽然来历诡异 人却是一个善良的人 这一点不会有错的 赫鲁喜欢这个女孩子 她将来不知道会吃多少苦头 都是自己找的麻烦呢 随着去吧 如果赫鲁能够赢得这个女孩子的心 阿什纳家族壮大 那已是可以预期的事情了 长老把话说得很清楚 他比较支持赫鲁和这个女孩子交往 长老 匈奴人的存留 有谁会比我们还要清楚呢 阿提拉在我们的世界里都至少是一个传说 这个女子就敢妄称自己是阿提拉的族人 实在是狂妄之极 那些彪悍的战士只存在于传说里 世间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战士 根本就不存在 安吉的武力虽然高明 她是女子 天生就不适合上战场 伯马还是不信任安吉 少年人努力的在地上爬 想要挣脱小苗的那只脚 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 小苗笑呵呵的 任凭赫鲁在自己的脚下 像蛆一样的扭动 两个侍女还在一旁拍着手大笑 前几天你还是亚麻色的头发 和我的差不多 这几天你就变成黑头发了 和那些把我从草原上撵走的唐人 一模一样 你是我的敌人 气急败坏的赫鲁 口不择言的说出了心里话 小苗的眼珠子转了两下 就收回了脚丫子 蹲下来看着赫鲁的眼睛说 沙扎 我是匈奴人 不是图举人 作为阿提拉的后裔 我们要重新回归我们的荣耀之地 所以我在准备军队 到时候带着他们 像我的先辈们一样 越过草原 越过沙漠 去大地的西边 我要让那些城邦 通通的沉浮在我的脚下 小子 你们就窝在这里 继续当你们的绵羊吧 小苗说完了话 怜悯的拍拍赫鲁的脸庞 就带着侍女准备回家 我是金狼神的子孙 安吉 我不会输给你 我也要去准备我的军队 看看我们谁打下的地盘多 到了那个时候 我会带着千军万马来娶你 小屁孩 做梦去吧 小苗的声音从远处传了过来 等赫鲁站起来的时候 小苗家的大门已经紧紧的闭上了 泱泱的回到马车边 伯马笑眯眯的看着赫鲁 他刚才的狼狈相 伯马全都看在了眼里 最让伯马开心的就是赫鲁最后说的那句话 好样的赫鲁 只要你成为了真正的王 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 不管是强悍的 还是美丽的 见到了王者 他们都要解开自己的腰带 欢迎你去他的帐篷里过夜 赫鲁重重的点点头 认为伯马说的对极了 他把手里的弓插回了后背 对伯马说 伯马叔叔 安吉在准备他的军队 我也要准备我的军队 金狼王的子孙 不会输给一个女人的 马车里的长老笑得非常的灿烂 拍着车窗对赫鲁说 小马军终于要奔驰了 伯马 就带着我们的小马军 见见他的军队吧 安吉家里有钱 我们阿史纳家族的钱财也不少 现在是纷纷的乱世 我们确实需要扩大我们的军队 伯马把赫鲁扔到了马车上 自己挥舞着鞭子 赶着马车出了城 就在山的那边 自己的军队正在整个待旦 云叶的第一个小驼城已经制作好了 粗大的木架子搭在了骆驼的背上 在骆驼的背上有一个万象节 他能够控制骆驼的行走方向 云叶坐在这个小驼城上 均是驱赶着骆驼随意的在荒原上行走 还是不行啊 公说 这木架子的重量并没有被分担到买一头骆驼的背上 左右很不平衡 左边的骆驼几乎感受不到重量 右边的骆驼被压得直叫唤 最惨的是中间的 一排骆驼掉了坑里 这才走了不到五里路 就成了这个样子 以后要走好几千里呢 公说甲气冲冲的听着云叶的抱怨 黑着脸对云叶说 人家的驼城其实就是把骆驼当成城墙 你的驼城呢 是一个真正的城池 一个大的方格子 底下有五百个点 想要做到每个受理点平均 那就需要同样高矮的骆驼 还有平坦的地面 这两样条件 你给我创造了吗 一个正在干活的书院学生 猛的站了起来 神思恍惚的对云叶说 骆驼一样高 不可能 要求地面绝对平坦 这也不现实 不过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连接点上下功夫呢 比如把鞍座上的铁杆子调整一下 这样说不定就能行 说完话就自顾自的蹲下来 拆其中一头骆驼背上的杆子 还拿过来一个指头粗的弹簧 栽到了管子里 自己踩了上去试了试 很是满意 安装好了后 才对云叶说 先生您看 这个弹簧是只需要一旦力气 就能压下去 骆驼想要完全的直起身子 就必须给弹簧 施加一旦的力气 但这一旦的力气 恰好就是 每头骆驼 需要负担的力道 这样一来 通过调节弹簧的高低 就能达到让这些骆驼背负 一旦重量的目的 云叶得意的往嘴里塞了一块奶豆腐 讥笑的看了公书甲一眼 然后就猛夸这个学生 连自己的奶豆腐袋子 都塞到了这家伙的怀里去了 公书甲亲自检查了那个学生的设计 无奈的点点头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确实可行 我看样子是老了 现在书院里多了很多的新材料 铁丝钢丝弹簧都是 我只知道利用旧有的材料 对这些新的材料一无所知 或者说是一知半解 大师之明都快成了一个笑话了 嘿嘿嘿 云叶没心没肺的笑了起来 指着公书甲说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你守着诺大的一个玉山书院 不加以利用 自挨自怨的做什么呀 活该被人拍死 公书甲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想要说话 又觉得无话可说 坐在木头格子上生闷气 也不知道是在生自己的气 还是在怪云叶不休口德 公书 你家执机关制造的牛耳 一千年了 如果不想被人家超越 最好的办法就是指望家里的年轻子弟 他们年轻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 说不定还能力挽狂澜 你干点修修补补的活计算了 云叶没打算放过公书甲 这些道理现在不说 以后就没有好机会说了 公书甲摇摇头 这些学生想要取代我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老婆现在学起 不送完 新材料的运用而已 算不得难事 公书甲一千多年的传承 没那么容易被超越 云叶点点头 公书甲说的没错 看看这个大木头格子 又走回了原地 从格子上跳下来说 扇婴来了 你不打算过去喝一杯吗 公书甲摇摇头 继续看着手里的图纸 他准备再完善一下 那个学生的想法 云叶骑着望财回到了守卓城 一进门就看到了乌蛇 正在向扇婴吹嘘自己的神光 强烈的建议扇婴晚上的时候 和他去地窖里感受一下 他将神光的作用吹嘘的神乎其神 让扇婴神往不已 大嫂很担心你的安危 所以呢 我去来看看 扇婴见到云叶进来 开门见山的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他总是这样 不过你来了也好 替我去碎叶城一趟吧 小苗狗子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这让我非常的担心 刘芳先生也去了 也不知道他去碎叶城做什么呢 云叶并没有责怪 新月这样胡来 如果需要救援 也该是自己写信给其同他们 绝对不该是他写 这样做非常的不礼貌 刘芳先生带了很多钱去了碎叶城 他打算在碎叶城收买 分化一个强大的部族 然后支持这个部族西征 这样一来 你在这里的压力就会减少 甚至消失掉 扇婴的话让云叶愣了一下 然后他摇摇头说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部族的生死存亡面前 多少钱都不会管用 我只希望那些人还没有准备好 能够把攻击的时间往后拖延一下 至少让我的驼城能够有时间建成啊 情形很糟吗 难道真的就像大嫂说的那样 人家几百万人 打你五万人 嗯 那倒不这一 在西域不只有我们 还有一些边军 西域很大 大到了他们没有法子 蜂拥而至的地步 不过哪些精锐到我们这里来试探一下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既然他们准备离开了 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后路 试探一下是不是能够击退我们 长久的霸占西域也是一个选择 现在大家的势力犬牙交错 人数上大堂不占优 但是在装备上 将士的勇气上 他们不占优 突厥人取夺了暂时的胜利有可能 想要长久的对峙 他们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那些人在赌 他们的内部现在一定是众说纷纭 还拿不定主意 这就是他们停留在达罗斯一带 愁愁不前的原因 那个大义国应该是一个非常难啃的硬骨头 云叶给扇婴倒了一杯水 自己也坐了下来 见吴蛇闭着眼睛不说话 就笑着对吴蛇说 你老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呀 没错 我对那个神光没好感 说实话 我对所有的神光都没有好感 觉得好处不多 那日末躲着您 那就是担心他肚子里的孩子受到那个光线的伤害 您要是喜欢哪 多照照 我们是俗人 就按照俗人的法子走 抱歉欠悟 亏你还是白玉京的弟子 没有神光 哪来的神奇呀 吴蛇还是气羞羞的 扇婴从吴蛇那里要过玉牌 仔细的翻茧了几遍之后 又还给了吴蛇 想请吴蛇给他摆弄一下 到底怎样才会有神光冒出来 你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怎么还有这么重的好奇心呢 给你说了照了那东西没好处 云叶经不住出口相劝 吴蛇狠狠的白了云叶一眼 就带着扇婴去了自己的小院子 云叶特意命人 给他挖了一个好大的地窖 在那里摆弄神光 不但能够避开元首城 还能够预防可能会发生的伤害 人家走了 云叶就习惯性的走到沙盘前 瞅着那上面的山水发呆 距离和时间这两样东西 都是自己的致命伤 该如何克服呢 与此同时 兵部衙门里程咬金 指着桌子上的一个奇怪的城池说道 没想到一座城池 现在竟然有了这样的变化 李兄 你的六军镜里提到的阵法 没想到能在一座城池里演化出来吧 你看 一字排开 这座城就是一节长城 卷起来就是一座空心的城池 两一突出 就是一座雄关要塞 竖起顿墙 墙高两丈 平地里的尖城 想打就打 想走就走 必要的时候 连整座城池都能移走 我们用惯了攻城之术 对这座驼城 超无办法呀 挖地道 我攻 水焰 都成笑话了 靠着河 他就有了护城河 靠着山 他就有了雄关险埃 卡在路口 他就是要命的爷爷呀 哈哈哈哈 老李呀 你攻了三回 老夫守了三回 你的十万兵马 还剩多少 断粮 断水 没用吧 那小子早就带走了几万匹母马 母马可以馋奶 骆驼也能馋奶 你短时间内困不死人家 还要日日夜夜的提放落到城里 突然冲出来的骑兵 至于投食鸡 根本就没法子靠近驼城 他将八牛弩架在驼城上 只要剑杆子上防好火药 有多少投食鸡 也不够人家炸的 李静抛下手里的竹片子 恨恨的说 他的畜生多 最好的攻击方法 就是废掉这些牲口 散播马温是个好办法 牛进达黑黑的笑着对李静说 嘿嘿嘿嘿 有些事情啊 你们不知道 老夫在玉山书院认过职 知道一些秘密 老李啊 给你个警告 最好不要对那个小子 动用你马温之类的东西 否则你会死的不明不白 事情不能说 不过关于孙思淼的一件事 可以告诉你 孙先生从一个地方出来以后 将近一年都不敢靠近人群 带着要奴 在秦岭兜圈子当野人 也不敢和任何人接触 这件事情 孙先生不让任何人提起 一提起就发火 你想想就知道 那个东西有多么可怕了吧 李济听到牛进达这样说 手哆嗦了一下 担心的看着牛进达说 那小子打红了眼 不会这么干吧 这样一来人就死绝了 李静 玉池公 秦琼都奇怪的看着李济 牛进达知道不奇怪 他在玉山书院还有职位 现在玉山书院的后山 已经成了禁地 听说只有李刚 元璋 李太 云彦 许静宗几个人 才有进出那里的权利 剩下的能自由进出的 都是些没名堂的人 所谓没名堂的人 就是那些官职不大 偏偏权力大的要死的浑蛋 李济不是这种人 他从何得知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准 그 нем